剛剛Kevin老師介紹了 用牛仔褲去做 我們這邊用窄裙 用窄裙 把圈子收窄的 這個地方變窄的時候 整個下盤就會縮小了 所以今年秋冬很重要 我們一直在強調 非常重要的就是 肉肉魚很重要 你可以穿窄裙 那窄裙從這邊這邊這邊到這邊 都可以啊 看你怎麼穿 但是重點是這個料子 要是比較挺的料子 就是西裝料子去做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像他的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重點我們講到 胸部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被多露出來的時候 你的身情看起來會比較夠長 所以露越低越長 越低越高 人越高 越高就瘦 你人變高人就變瘦 對 你長高五公分就沒瘦五公斤而已 沒錯 那你把脖子的長度加長 人就會變高 有耶 那如果高領呢 高領就一般他們就不能穿了 對 顏色 就是顏色 對邊都不能穿 還欣梅 只有他可以穿 我可以嗎 可以 穿到的臉是白領 我可以穿到臉 愛高領耶 你是紅龍的代表 然後真的 再來 今年很重要的那個 各式各樣的那種 皮衣 皮衣 可以用夾克去穿 那一般我們都想說很簡單就穿西裝 最容易的 那我們今天不介紹西裝 用一個皮衣夾克去做 收乾淨的 收窄了 可是收窄了以後 又感覺上好像少了一點你們味 對 用 哦 圍巾很厲害的一點就是 它這個圍巾的長度 可以讓你拉高 嗯嗯嗯 真的嗎 那為什麼要穿這個顏色 為什麼不是黑色 我比較喜歡讓它的顏色比較多 因為黑色整個會變硬掉了 對 我喜歡它的女性化的感覺 再多一點 然後讓你的顏色維持乾淨 就是肉肉你最怕的顏色太多 對 太多就會整個拉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又這樣 又這樣 又這樣你拿著一盤 寶貝上面十幾樣菜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要把肉肉 要把顏色修得非常乾淨 我們今天讓它示範 只有兩個顏色 這好好好看喔 黑的跟紫色 對 而且你們兩個都一張 對 要修得非常乾淨 也沒修得非常乾淨 對 真的 我們再試去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看 老師不是講說要選擇硬的料子 但是因為我們把下盤已經收掉了 嗯 因為上面已經變比較 其實這件也擺搭 對 而且它又是開一個開大巾的感覺 對 就是把上面 放大 好看 整個放出來了以後 下面 它就會變硬了 嗯 這樣好年輕喔 對 就是上面放大 對 這些東西一般 今年非常非常多 你看到各式各樣的牌子 都有類似斗壁的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重點就是 應該把這個胸口拉開來 對 我跟你講 你如果扣成這樣子的時候 扣緊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非常大 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整個拉開來 對 整個拉開來了以後 這個下面就變成了 一樣的一樣 我們可以用圍巾去做 而且體型節是 不是那麼寬間 而且它又有腰的人 沒有腰 很有腰耶 沒有 對一樣 圍巾一加 人就變高 人就變瘦 人就變瘦 就是把線條拉長 想盡辦法把線條拉長 再來它的頭髮如果更高的話 就更大 效果也會更高 那那個鞋子也是一樣 對 它的鞋子剛才聽過老師的特別長 就是